中国的国酒 茅台酒 这几年市价飙涨得非常高 因为引起很多人的收藏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家市值超过了饮料龙头 可口可乐的中国国酒 其实他们的实际营收的状况 财务状况恐怕是雪上加霜的 因为对外美国已经开始 在卖他们的股份了 而对内他们又得要 无偿的转让股份 帮这个政府还债 真的是内外交工 而其实当年大饥荒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下令说 宁可饿死百万人 这个中国国酒的产值 得要持续下去 所以茅台酒到底跟中国的命脉 有什么样的关系 另外要再看到的是 人体的冷冻技术 通常我们是在科幻电影当中 会看到的 现在科学家恐怕也可以做到 像是电影美国队长一样 让冷冻人起死回生 而中国就一名男子 他冷冻了他的妻子 希望他的妻子 可以透过这样的技术 起死回生 不过NASA的神秘实验室 是不是已经找到 这个解冻复活的密码 今天都会来告诉你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新童好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都好 迷你老师林振一 新童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新童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刚提时提到了 茅台酒 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茅台酒 茅台酒这几年的价格 真的在中国是居高不下 被称为是酒中黄金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茅台酒现在是一个 内外交臂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这个茅台的价格 从天上跌到反间 你要知道 新童 贵州的茅台它有酒中黄金 液态黄金这样的称呼 也是大陆的国酒 它最近的股价直直摔 我想大家对于现在的股市 关注度都很高 那为什么它一直直直摔呢 本来一度是A股的股王 原因就是因为传出说贵州政府 他们现在的财务很吃紧 所以不惜要他们这支金基母 给一点钱 不然我们政府 贵州政府快要没钱 用他们来纾困 对 传出说贵州政府现在已经欠 他们欠的这个国债 已经发行的这个债券 一欠到了大概有差不多好几兆了 好了 结果就说 那贵州茅台酒 是不是给我们一点钱 贡献点 他就贡献了5024万股无偿 给贵州政府 相当于多少 4500亿 所以人家就讲卖茅台酒贵州 那也有人讲说 他的大股东之一 是一个美国的基金公司 认为最近贵州茅台的股价 可能会有一些整理 所以他决定在高点的时候 就出托他的股票 雪上加霜 你这时候大股东又出托股票 结果你看看 他在去年某一天 单日的市值可以蒸发了 3000亿台币左右 天哪 好 那你现在看到了 那现在他的市值到底多少 大概还有10到11兆 我用台积电做比喻 台积电是15兆 它是10到11兆 不简单吧 这个不简单的贵州茅台酒 也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历史 我们来看一下 早年它并不是国酒 它并不是大陆的国家在做的 它是什么 当然是民间的一些酒厂 那时候叫烧房 大家看一下 1862年成立的陈毅烧房 1879年成立的融合烧房 是当时生产茅台酒 赫赫有名的两家 民间的酒厂公司 那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 就1915年 这1915年就大概是袁世凯的年代 那时候农商部 就请这酒厂带着贵州茅台酒 去参加巴拿马的国际博览 而且现场有一个酒的比赛 会发奖牌的 所以就很多评审 就传出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说那时候农商部代表去的时候 心机很重 怎么了 他们故意在现场把贵州茅台酒 打破打翻 然后一打破一打翻 就那个酒香就马上 酒香四溢 对 酒香四溢现场 大家会一闻 什么味道 很香的 那些外国人说好香喔 这什么味道 就会一听 贵州茅台从此名声大噪 名阳中外 那次拿到金牌中冠军 所以有人就说他怒指酒瓶 郑国威 1929年当时还有一个恒星烧房 也加入了生产茅台酒的行列 所以至此三国鼎立 但你知道那是军阀割据的年代 后来又有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是不是都还蛮乱的 在那个乱世的年代 贵州茅台安慰了很多老百姓的心 很多人就说来喝个茅台 这样子 酒价虽然高 因为在巴达马国际博览会 一战成名 但是一般人还是喝得起 什么时候它变成酒中黄金 大家都喝不起呢 那从周恩来开始讲起 在1949年当时周恩来 他决定把茅台酒定为国宴的用酒 招待国宾 或者是他们大陆内部有庆典的 国宴的时候就喝这个酒 那那个时候 因为要变成国宴之酒 所以茅台他们决定要收归国营 收归的过程 这是一段沧桑史 怎么说呢 但你说民间的酒厂 他们都喝喝有名 他们也都赚钱 他为什么要给你收归国有呢 当时贵州就以商业厅的副厅长的位置 跟陈毅骚访说 我这个位置给你 你酒厂给我 我交换 你也不能不给 我给你位置算不错了 你不给那抱歉 到时候连位置都没有 比方说 你看看 融合烧访 他是500块 有点象征性的直接卖给买台酒厂 而且老板是以支持斐特武装判变的罪名 被枪决 你说他不给 就灌一个罪名给他 谁叫你不给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恒星烧访是什么 他老板 你窃盗人民币46万国家黄金 直接抓去关 关出来之后 这酒厂也不是他的了 然后2.5万并入酒厂 好 所以当时周恩来 带来下面的人做了这些事情 最后贵州 我们讲茅台 就首归国有了 周恩来被称为国酒之父 可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贵州茅台酒老百姓喝不起了 尤其是什么时候 我来跟大家讲一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1958年大药禁开始 那时候大药禁后来到了 1959至1961这三年当中 不是开始闹饥荒吗 死了4千万人左右 他那时候大多饥荒 都没有东西吃了 可是很奇怪 毛泽东竟然下令 贵州第一省委书记说 你去搞出一万顿茅台酒来 没东西吃喝酒干嘛 对 而且你喝酒 你就要用什么 你就要用原料来做这个酒 用原料来做这个酒 那这些原料 本来是可以拿来吃的粮食 你就拿来做酒 所以很多人就讲 你是人命不救跑去做酒 而且那时候说要搞出一万顿 当然最后没有搞出那么多顿 这搞出了2079顿 距离一万顿 只有五分之一 你做了五分之一 可是你知道吗 他也是平常生产分量的11.5倍 你为什么在大激光的时候 要生产这么多酒 原来这个酒很多 大官贵人要喝 这个酒它坐地起价了 我告诉你 那时候光是生产它的 用到的原物料 相当于20万人 可以吃三个月的口粮 所以很多人那时候讲 牺牲人命去做茅台酒 由此这样的一个批评 好了 你知道 果然我说这样的酒 就坐地起价了 1958年大道径刚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那时候生产的 土桃瓶茅台酒 145.6万 在今日的年代 拍卖出去 你自己看一下 对啊 创大陆白酒的最高价 会说茅台酒 它的地位扶摇直上 就从那时候开始 你知道你看 周恩来曾经用茅台 款待机型机 谈单尼克森 用茅台来做外交 所以你就会发现 贵州茅台 它本来是一般老百姓 还喝得起的 但是生归国有之后 它的身价扶摇直上 但这个过程 有人是质疑的 另外再要带大家看到的是 台南殡仪馆的火葬场 竟然是传出了意外 原名李医师 他把已经入关的 这一个入链的棺木 他放上了推车 要推到火化场去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这个一推 这个棺木竟然卡到了门框 就掉下来了 棺木也破掉了 这个情况真的吓坏了 所有的家属 连李医师自己都非常的害怕 他也不断地下跪 跟家属道歉 要问一下钟伯格了 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情形 会让李医师跟家属 都害怕成这样 因为往生者在入殓之后 接下来你可能是土葬 你可能是火葬 那在出病的过程 这个棺木 你不能出意外 你出意外的话 以我们跑社会新闻的立场来讲 这是一种不仅仅的象征 可能带有凶兆 那你对死者也是大不敬 我们来回顧一下 当时这个事情 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事情发生不久 上礼拜六而已 那当时那是这样子 因为它这个棺木 它当时被运送出去 是要去火葬场 它是火葬的 那是必要有一个台车 一个推车 那棺木放在上面 结果他们要去 火葬场的路径当中 有一条路它有点斜坡 所以那个棺木就有点歪 那就有一个李医师认为说 它歪了让我把它瞧正一点 结果没想到在瞧正的过程 用力过猛 一瞧把它交往过正 它就摔下来了 对 那一摔下来 你知道这个有时候 往生者加这个遗体的重量 加上棺木的重量 它都是上百公斤的 蹦一下摔下去 那摔下去之后 当时你看出现了很大的裂缝 而且棺盖也打开来了 那你往生者就外露了 而且据有目击者指称 他说何止是外露 他说甚至那个手 还刚好卡住了 那个斜坡旁边有个门框 就刚好手还卡住了 那门框 就这样卡着 那你当时的 这个往生者的家属看到 一定是吓到不行 所以就当场 现场就尖叫 放声大哭 那李医师一看 知道自己闯祸了 那当然我们要赶快先善后 善后完毕之后 他立刻向商家下跪 而且据说跪了非常久 好 我先来讲 这个事情在台南引起了 很大的讨论 因为他们说 这是大概台南的殡葬业 首次见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很多人就在讲 就说这李医师搞不好有可能 在没有办法取得家属的谅解 和解之下很可能会被开除 你看这事情这么严重 好 我们讲说 它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 最主要是因为 那个棺木 它对于往生来讲 就是它的大厨 就是它的房子 这个房子 结果你再来 它已经走了 它走的时候 可能也许心中 就对这个世界怀有一些不舍 那我们这个阳士的人 给了它这样的一个房子 让它待在里头 希望它一路好走 你没有让它一路好走 你把它摔了 还把它摔出来 对不对 那所以变成说 一的大厨就破了 破了之后 那这样的一个凶兆 很可能就会 让后来的商家家属 可能会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 对 那第二种说法 就讲得比较缓和一点 他说其实也有可能 不一定是不吉利 但是这可能代表了 这样一个往生者 他对于阳士还有所挂念 他舍不得走 所以才会有目击者 不是说看到他摔出来的时候 他手还扶着门框吗 好 你说不吉利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人世也好 但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画面 在商家看起来 都会觉得非常的shock 因此才会尖叫 当时台中他们有一个是 云林的一个 那个往生者 他们在处理他的棺木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 刚要土葬 那他的棺木从那个 往生者的商家家里 屋内运到屋外 一样要经过门 是 很奇怪 通常都是经过门 我这边也讲一下 其实因为我们跑新闻有看过 他们在经过门的时候 都会特别小心处理 所以会在棺木的那个四个角角 垫一些软植的东西 比方说包个棉被也好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泡棉也好 或者保力龙也好 不一定 反正就是软植的 去防止 去缓冲的冲撞的力道 那他们当时在搬的时候 他们认为有信心 所以他们就用绳索固定而已 但就偏偏过门的时候 绳索断了 断了之后那棺木就蹦就摔下来 不过没有像这次这么惨 这次是裂了 大厨裂了 而且还遗体外漏 它没有 它只是摔而已 所以大家可能就好险 要说就赶快把它散后 结果呢 结果在三个月之后 商家 他们家族中有一个人 就因为一个交通意外 被夺走了性命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巧合 你也可以说民民中自有定数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有 不管怎么样 这种棺木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最好别出意外 因为他在民间的说法 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要问一下正义老师 因为刚刚也说了 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那有没有可能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凶兆 真的会造成 比如说李医师 还是这个家属 之后要面对什么样的 一个状况 当然这两个都不好 那第一个 我们在民俗里面 有一种名词 叫做回头共杀 回头 就是回过头 共是朝共的共 杀是杀气的杀 那在商账里面 回头共杀是 我们一定要避开 像这一种就是叫 也是一种回头共杀 也就是说 你让他棺木又掀起来 那他等于回头抓人的意思 叫共杀 就是朝共 共堂的共 就朝共一样 李医师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再抓第二个人 对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 记空关 我们就空关 就是说 像他撞坏了这个棺木 我们要给他做草人 那么把这个新的 重新入葬下去以后 那个记空关 变成很重要 因为那个记空关 就是我不希望 你再回头抓交替 就是回头共杀 那个杀是 是等于你要记 甚至于你在农民地 上面看到有三煞日 三煞日就是回头杀三个 就连他三个 就是连连 所以这种日子就也 这种情况也没有人要选 那记空关 基本上在 以前在古代里面 那么通常就是说 我沈志宜就是请法师 就家里有人 可能有一个网生 然后又有一个 那你会有第三个 有凸就有两个 这个时候法师会用红关 就是像他这种要记空关 他要把那个棺木 把它漆红色 整个漆红 才不会抓 对 然后还要准备一只白鸭 那个白鸭就是要记杀 所以记完了之后 那一只白鸭会放生 各位千万不要以为 湖里面有白鸭 你就把它抓回去烤鸭 跟不能剪红包一样 你现在看那个 那个壁湖公园里面 就有白鸭 那个就是人家放生了 那一般的往生者 如果是要下葬下去的 是记白鸭 如果是记空关的 是记白鸭 是 所以白鸭 记的时候就是 我要脱这个孕 那这个孕就等于鸭 帮你 鸭煞 就是等于帮你把这个煞 去掉 所以那个鸭千万不要抓来吃 那记完空关以后 那么就等于把这个棺木 重新活化烧掉 里面有的时候还会做草仁 就用草仁 然后就是让神来保佑你 就不要再抓交替了 老师你有遇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还是说我记了空关之后 还是一样有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邻居 那因为乡下办那个商事 不像台北有殡仪馆可以办 大家都是马路就搭一个棚架 然后就是那个塑胶部就做起来了 可是你在马路搭 那早期的乡下的路也没有很大 我们村庄里面有一个阿财 他开的那个发财车 那村庄里面没有几台买得起 那时候结果他那时候也没有酒驾 就是说他晚上就跟朋友喝酒 喝一喝他就开回他这个乡村 结果那乡间的路本来就很小 你也不看人家已经搭了一个林车 你要过去要很小心的过去 结果他不是他已经喝醉了 他就往那个帐篷里面一撞 他给他撞进去啊 他给他撞进去 那个棺木就排在那边 棺木通常都会用那个板凳 两个板凳落高 他把他一撞 那个车头凹下去 那个棺木就翻开了 翻开我们在乡下里面是 出病的时候才钉钉子 通常你放进去入链 都还没有钉钉子 因为要等到舅舅来才能封钉 所以早期的时候比较遵到这个 那结果他撞了以后 那棺木就也撞坏了 当然那车子车头也毁了 可是那个尸体就在外面 我的妈呀他自己也受伤 阿台就住院了 住院在住院期间 就老是梦到那个邻居 就是那个阿伯来 就是就跟他讲说 你虽然是陪了我那个 你腿断了我也腿断了 就是说你要不要来 就是因为我没有儿子 所以你如果有诚意的话 你要来当我这个儿子 送账那天来送我 是 乡下人这种事很难协调了 后来就一直 医生一直接不好 接不好又接第二次 后来医生也觉得很怪 你这其实不是很大毛病 为什么会我们腿一直弄不好 对 后来就问神明 神明就是说 你就人家给你 要给你逃 逃为儿子 是 你就同样撞 人也不怕 后来他就只好答应 答应以后 他说那我腿断了 我怎么去送你账 因为乡下人不会拉太长 那个又来托风给他 说不用怕你一天一定会怕 是 果然那天他可以一拐一拐的去送账 还好送账距离不是很长 大概一公里半左右 好了 那以为结束了 没有 他说你做群也要来 做妻 做妻还要去就对了 整他要做 后来就熟了 干脆家里面人说算了 你就当我爸的刚儿子 所以后来脚就好了 脚好了 好 真的非常的玄奇 这个跟阎罗王抢人 你知道吗 要提到了阎罗王 大家都知道其实阎罗王 这个非常的有威信 但是有一个人 在蒙甲的青山宫的青山王 他竟然胆敢跟这个阎罗王抢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山王 有一个外号叫做瘟疫之神 他曾经战胜了哈玛京 但是慈悲为怀的他个性 非常的凶悍 要问一下学恒哥 听说这个青山王 常常跟这个阎罗王抢人 我们近代 可能是因为后来信仰的演变 跟当地信众的改变 你想到青山宫 你想到砰砰砰砰砰砰砰 绕境 跟武器四暴一样的 这个鞭炮放不停 但其实不是 青山王 临安尊王从以前 他是济弱扶青 当年你别忘了 万华蒙甲那一带 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地方 他要夜访 为什么 因为夜访才能够观察明末 所以真正夜访不是像现在 叮叮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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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是大家掩齐 息鼓 近身 让临安尊王 去安静的看 哪一户有冤情 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他是一个正义感 极其强烈 要庇佑当地民众的一个神明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都是后续这个锦上添花 你现在可能都误解了 那临安尊王是一个 我们要怎么比喻 他是一个待天寻寿 而且配备很完整的特种部队 因为你看他配置有判官阴阳师 然后还有谢范将军 经常会出巡 暗访 主要的目的是明察辖区的善恶 弃捕恶鬼凶神 还有之前我们讨论过的 镇压瘟疫 所以他最早的时候 其实在泉州惠安县 青山当地 又被称作青山王 就是当地民众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官 然后等到你过世之后 我们时时的祭祀你 甚至坐到每一个来这边 任县令的官员 都要跟着祭祀 这个信仰才一路传到台湾来 那你说传到台湾来 为什么他会有 护名逃死的传奇 你知道我们就拿出来 这个都是有人讲 这都是近代的人说的 这个不是 我们从以前古代传说不是 林家宏 他曾经当过 架前护卫的枷锁将军 就是扛着那个枷锁 跟着一起出巡的 那他身体生病了 心肌梗塞 紧急送到医院 半夜已经在加护病房了 结果他说他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看到人影在病房里面 来来去去 去去来来 一直在那边交头接耳 可是等等 加护病房的人 有多少人可以爬起来 在那边走来走去聊天呢 对啊 他说这可能是地府使者恶鬼要来 于是他就默念林安尊王的称号 一路默念了一整晚 后来这一些黑影跟人影烟消云散 所以林家和说 后来他每年一定特别记得 林安尊王的诞辰 跟他庆祝出巡的时间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次 林安尊王的镇压 他说搞不好那些恶鬼跟地府使者 当天晚上就把我带走了 那如果故事只有这一个 那我可能觉得是单一事件 但是不止 青山宫的荣誉主席黄映石 他年纪其实蛮大的 他追溯 林安尊王这种户名陶子的故事 一路追溯到1945年 那时候二战的时候 有盟军就美军的炸弹轰炸 然后对当地一代 盟甲也有被炸到 可是那个时候 黄映石还是小baby 小baby忽然之间就变得吵吵闹闹 抱也抱不听 哄也哄不睡 结果奶妈那家 那时候因为不好带 就寄放到奶妈那边去 奶妈就说好了 那我抱着你在屋外睡 没想到半夜一颗炸弹 他才六个月大 蹦的一声 直接把主屋给炸他了 他的奶娘的老公 被压在梁柱下 但是奶娘抱着他 反而在户外逃过一劫 所以黄映石才说 这可能是因为 我爸爸是林山尊王的忠实信徒 他为了不使我家绝后 才特别 六个月大其实不懂事 才特别让我在那个时候 吵吵闹闹闹 睡在屋外 救了我家的这一麦香火 所以黄映石后来才会一路守护 青山公跟林安尊王 一路到现在 听从想要邀请您 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 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 更好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Datuk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